重庆现在的二手房砍价有多离谱,你们知道吗? 说出来可能会笑盼大家。 我一个朋友最近在卖一套房子,房子的位置很好, 房子的产权面积是128平米,挂牌价258万, 中介的语言话是说,买家这边印象比较高, 希望能够少一点,大家坐下来谈一谈。 朋友这边也着急卖房子,就过去聊了一下, 买家这边想抹个零头,258万的房子, 某个零头成交价250万也是可以理解的, 这差不多也在我朋友的一个心理价位上, 结果客户的某零头是200万成交, 听到少了这么多那还聊什么,直接不聊了, 这哪里是带刀在砍价,简直是那店鞠在砍价呀。 现在重庆的二手房市场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, 买家砍价根本不会让市场逻辑出牌, 就是随心随意的去砍,你能接受就成交, 不能接受的话就算了,他又去砍下一个房东, 反正现在着急卖房的房东是很多的, 而且重点是什么,重点是很多房东希望有人来砍价, 当问题出在,现在看房子的人又很少, 所以说现在二手房很难卖,根本卖不掉。 各位在卖房子的房东,你能帮我的朋友支个招吗? 把你们想卖的房子发表在评论区, 看看有没有人会来认你。 完全不能很最后一边, 就如果能复权东西的房子, 我们必须不过来, 我们可以说 persu散一下, 我们可以去砍价器,